大家好,我們要來示範鹿羊豬裡頭的絲鍋方法 E型號尺寸,量測電纜外P副撥出長度 以處理頭型號CAY2511為例 處理頭展開後長度為300毫米加端子頭50毫米 共350毫米,用膠帶做位置記號 剝除電纜外P副 量取遮蔽銅袋保留長度6公分 剝除遮蔽銅袋 以半導電膠帶拉長延伸,於預留位置1公分處相互重疊纏繞包覆 剝除電纜外P剝除電纜外P導電層 剝除電纜外P導電層 剝除電纜外P導電層 剝除電纜絕圓層 使用油压工具压接端子 安装接地钢环组 将接地编织铜带顶到电纜外批复切断处 红色记号前 以钢环将编织铜带固定于电纜遮蔽铜带一圈后 反折接地编织铜带 再将钢环全部环绕固定住 以PVC胶带包覆钢环 消除尖锐边 清洁电纜绝缘层 以锡之高填补外半导体电层断差 确保界面过度平滑 并均匀涂抹于绝缘层表面 将处理头套入电纜 拉带端朝外 对准钢环边缘 抽取预撑管的塑胶线头 将处理头收缩在电纜上 使用黑色自容防水胶带 以1分之1相互重叠自套管底端至电纜外踢后 参攻坑处 再用PVC胶带缠绕完成底部防水处理 最后再以自容防水胶带 缠绕端子末端至处理头约25毫米处 完成防水处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